继周三召开记者会 在全媒舞台上亮相以后 纽约州州长的继任者副州长霍楚 周四透露了他的进一步计划 做完葛摩的现有任期 并参选下任州长 霍楚周四早上做客NBC一党早间节目时 做此表示 他说 我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了 我毕生都在各级政府工作 在未来某个时刻 我会再次呼吁选民们相信我 支持我 葛摩目前的任期到2022年年底 州长选举将于当年的11月举行 新的任期从2023年1月1日开始 霍楚出身于纽约州水牛城 曾在伊利郡州议会任职 于2014年作为葛摩的竞选搭档 当选副州长 葛摩本周二宣布两周后辞职 霍楚将于8月24日接任 成为纽约州首位女性州长 虽然葛摩已经宣布辞职 但是她的前途仍不明朗 霍楚周四回避了 州议会是否应该继续弹 葛摩程序的问题 称 以她的立场不宜介入相关的讨论 我下一次炼金 云美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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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 비슷 那